回来拍摄春秋,刚刚说了一部中秋何节片 这部下一部,应该是上个星期的 应该是上个星期到上的,叫做《恶之罪章》 我就很幸运你终于有时间看了 因为我都怕很快落花 Thomas之前看了 其实今年香港国际电影节是有选这部电影 但是知道他安乐发行 我当然是推到他上正场才看 因为没时间 那就看这部电影 其实这个导演之前 他原来也是有一部类近题材 就叫做剧情片叫《Snowtown》《赤血之城》 原来他也是说澳洲史上连环的杀人事件 处理手法其实和这部电影都有相同的地方 但是我和Thomas都没看过 但是看资料就有一部这样的电影 知道也是在说这一件事 所以入场的时候都会留意一下 因为知道它是改篇 不是改篇 因为它根本是根据在1996年 在塔斯曼尼亚的枪击案 你看回资料 其实这部电影 它是不获得澳洲当地的人的认可 应该是因为它好像很少电影院做 因为很多电影都不想播这部电影 就是一个散犯 其实我记得好像有一部电影的导演 其实都不是很反对的 他说你拍到这样 好像帮兇手洗白 其实这这么多方面的攻击 Thomas你作为看了这部电影的人 你觉得其实这些指控 当你看完这部电影之后 你觉得这些指控 其实你会不会认同呢 首先我就不太记得 这个澳洲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枪击案 一些细节的东西 所以看到其实我就没有什么历史背景 放在我的脑子里面 我看电影的感觉 其实里面的情节 有些情节都很荒诞 就是说到那个又患自闭症 有些智障的一个男人 他是不是完全智障 我又有点质疑 因为你知道他去到后面 其实他砌枪砌得很快 他里面说的那个智障 应该就不是什么都智障 可能有些某些方面 其实他很聪明 他里面有些情节 其实都挺烈其色彩的 就是说到他认识了一个有钱 然后有钱就对他什么都依顺 然后最后就给他一副身家 我后来真的要找回那些资料 原来是现实有个这样的孤独的太子女 可能人生就很寂寞 然后他见到这个智障少年 然后就觉得他在心灵上有个依靠 然后结果就整副身家都给他 真的有这件事出现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其实现实 真的很多东西都很荒担 看回其实这部片名 其实我认为这部片名 其实我觉得有点怪的 应该怎么读的 原来因为那个枪手 真实的名字叫Martin 那导演是说 我不想把这个人的名字 放在银幕上 让他以为自己好像很聪明 就把他的名字 是倒转了来串 所以这个片名是Lentine 是不是很怪 其实我不是很懂读的 那个名字 然后再看资料 你说得对 其实那个男孩 他不是完全是智障 他应该是一些 我们俗称的叫低低地 他如果真实的那个兇手 他的智商是11岁的小朋友 他25岁 我记得他行空的时候 25、26岁 他的智商是11岁的小朋友 他那个智力是66分的 就是偏低 但是也未去到最低 所以他在里面 里面都有解释 那些行径其实都很难 你总之觉得这个男孩 他并不是一个 我们平常接触一些 叫做正常人的行径 所以他开始已经讲了 其实他开始已经有一些 好像伪记录片 我不知是什么是伪记录片 那些是 就是说他玩完烟花 访问他 你会不会再 下次会再 我会的 不过 真的很痛 其实他这里 已经开始带出 这个人物的性格出来 其实你说得对 其实这个故事很奇怪 很荒诞 尤其是他父母 没有对待他的方法 已经够奇怪 他妈呢 就很酷的 很厉害的 甚至可以说他是很 控制性格 是啊 是啊 很正常的 他父母 他父母 放任到 你觉得是太过分了 放任到 那 你怎么教一个小朋友 还要是一个 本身 他的智力或者行径 都是有问题的小朋友 形成到他一收一收一松 他又好笑 他父母是不会阻止他做一些好奇事 就是做一些坏事 就是他在家的外面是放放烟花的 他旁边的轮舍一直在吵他 他母亲就招手在看 你看到他整个面 一脸厌糊对着他 但是他不会阻止他 他然后呢 你觉得他是 其实你想怎样 你又不喜欢他做一件事 但是你又不会阻止他 形成 其实你就明白 为什么这个人 到了二十多岁 你都知道是年轻 应该从小到大 那么你这么老 你是教不了他 那其实你扬成整件事 因为好像这些事 又是循序 一路继续继续 所以才会形成到 后面会发生一些 那么大的事件 他里面说到 那个主角里面 过父母 或者 他本身 他在性格上 都是有一些 厌户面 就是 那个妈妈 就是控制你 但是 你刚才说到 就是说 儿子做些坏事 他不肯定 可能其实他 都是在逃避的 你一上身 其实就 激到自己 就是 他都 搞不定 就放任了 那个爸爸就是 就是他 是为了想买他自己 心头的那间屋 就是 你可以说是 黏了线的 我觉得是 很难理解 其实 你会觉得他们 其实这个恶魔 其实叫恶之罪章 就是说 这个人 不是一天生 就是这样的 其实很多事情 是后天 养成的 包括他父母 其实都很有责任 去制造一个这样的人出来的 就是他里面的人 其实都有他的恶的一面 只不过就是 他那种恶 会不会最后 终成一个大错 就是 其实这个男生 你这间屋 其实是不是 本性很坏 又不是 不过他控制不了情绪 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其实 还有他一直 要继续吃药的 但是他吃药 他很好笑的 他老妈之前叫他 你有没有吃药 但是他吃药之余 他不会是用一个行 叫做 叫做 就是行 就是那些叫做 physical的治疗去 就是不理他 就是 就是给药他吃 然后就说 政府有一支津贴 不理 带他来见你 没有药 其实很奇怪 他妈妈生完他之后 他妈妈有说 为什么他不喜欢 他觉得他是一个恶魔来的 但是其实 那个恶魔 那个 他觉得他的儿子是恶魔 其实是不是本身 他妈妈已经 一早已经标签了 他的儿子 是这样的 所以他妈妈完全是 不理他 你又不可以说 他不疼他 其实某些程度 某些时候 你又觉得他很疼他 但是他完全是 像你所说的 可能他妈妈 已经去到逃避的阶段 就是觉得 你乖我便爱你 你不乖 我不会理你 就是去到这个位 所以他 其实他去到后面 你觉得他妈妈 完全把他的儿子 推到去 推向一个 深渊 其实有些事情 是不是一定要 明知道你的儿子 是有些问题 但是他 他都很坚持 就是他的做法 令到他的儿子 是觉得 已经没有人疼他 因为 好像你刚刚说的 那个女人 其实很疼他 其实那个女人很奇怪 就是那个女人 介乎是一个情人 或者是一个 母亲的角色之间 因为那个女人 大概是一部分 但是你又看到 其实他和那个女人 应该是 没有肉体上的 关系的 应该是没有的 我看是 但是他们又好像 有一种 相会相依 那种感情在里面 这个女人 他有很多 猫猫狗狗 就是告诉你 其实他不信人 但是这个男子 因为这个男子 跟平时 普通的人不同 真的令到这个女人 他会 放下那个戒心 去和这个男子交心 那当然 中间发生了一些 很惨的惨劇 所以令到整件事 逆转了 那 但是其实 你看回 是不是都是 救由自取呢 因为都是一直 都不强 就是你都不去 制止这个男子 去做一些 这么危险的行为 那一直放任他 那到最后 其实 都是 都是 不出事 都是迟早的事 那 其实他这部电影 就是一步一步 告诉你 他终于在这部电影 很静的 就是他是 不悶的 就是我没有睡着 他是很 一拍一拍一拍的 告诉你 其实这个人是怎么形成的呢 那 并不是好像我们一看那些 哇一开波 他就是变态了 他就没有了 他就没有了 就是告诉你 恶事如何养成的 就是这样 一路一路下去的了 那 他当然 你再说 他跟之前有一部电影 用我儿子 我什么 里面要讨论 凯尹呢 这部电影 似乎 处理比我刚才说的 这部电影 这部电影 就是没有 之间的冲突 反而它 不是写到 Juice 甚至乎 你这部电影里面 说的背景 就是说 那个枪手 和那个有钱女的关系其实他没有写入浴的 他也是从他一行外面听到那些资料 然后他就尽量去还原那些事实出来 那个枪击案里面他怎么筹备那些细致东西 其实他都没有说到的 究竟他里面发生了什么事 其实可能他就想留个空间给观众来处理 相对来说,We need to talk about Karen 那个妈妈其实阴雨面是很强很多的 那个妈妈是从此中都觉得自己的儿子是一个恶魔来的 那当然很多的汁紫亚 子女又会和她对抗 就是会有很多很多这些东西 但是这套真是很刻制度 你会觉得其实更恐怖 因为他有很多空间给你去想 你会更加多一些东西推进去 你自己对这人的解冻里面 這班人的關係的解讀裏面 其實還有他説 他是很想融入他跟年紀的人的關係 但是其實你會發覺 因為他本身可能是指令或者外表上的缺陷 其實那些人是不斷地將他排擠的 其實當所有人排擠他的時候 他是連一個出口都沒有 他是沒有人去支持他 沒有人去理他 他很想融入一個地方 但是大家其實是不接受他的時候 他就會看到一些東西 他就好像啟發了一聲啟發他 但是那些東西其實不是好東西 因為大家看到 其實當知道他開始看電視 看到外國有這樣的事件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死了 他肯定是覺得我要成名我就要做這些東西了 因為他是沒有一個沒有人認識他 他要做一些東西令到全世界都認識他出名了 他就不會再是一個no body了 其實他去到這個位置 我看到那段是挺寒的 還有那個主角他做出來的那個樣子 其實真的挺寒的 不過說多一點有關那個康城影帝的東西 那時候我看那部電影的宣傳 他去拿康城影帝的嘛 然後我在想 今年的康城影帝不是宋康豪嗎 然後我就找回資料 原來這一套是上年康城影帝的最低男主角來的 這套戲其實是一年前的作品來的 放下了一年 他沒有寫的 其實大家這些都是找回資料 他都是康城影帝的 不過是在上一屆而已 但是這個男主角的演戲 其實我看回呢 我是有印象的 就好像 GET OUT他不是做那個家人的那個瘋子的 然後呢 之後還有是這個 其實變成了特工過2011戰 我是有印象的 但是呢 我不知道呢 廣告派殺人事件有個份 應該我沒有印象的 這個反而有 但是你看到他呢 做這個角色他是增了榜的 還有那些神情 是很令你很不舒服 其實這個人是出現的時候呢 他是令到你很不舒服 你會覺得我不是很想 跟這個人有任何交往 他這個氛圍做出來 就是不只是外表 那樣 他是由內到外 你都會覺得這個人 你是不想親近他 而且你是覺得這個人 跟我們有些不同的 那所以 進而繼而呢 就會形成到 他之後呢 就會做 覺得做大事呢 是得到世人的認可了 但是其實 再看到一件事 是更加荒謬呢 你有沒有看到 他買槍的過程 就好像 超市場選東西 其實是 即是他裡面說到 賣槍那些人 是 即是他走法律了 即是他某些槍不給賣 他就沒有賣出去 但是有些 有些槍 其實他捕槍那些 都有殺傷力的 是 更厲害 那些 那就照賣出去 還有他裡面 又說到有黑市 就是 因為他有很多錢 然後他就去找些黑市 去買一些槍很厲害的 然後就去射人 是 其實槍械管制 其實去到 就算 美國你也知道 很難搞的 其實這個是澳洲來的 其實他裡面 後期 後面他也有秘訣的一件事 就是 其實政府都希望 立例去規範 槍械管制 但是其他 那些附屬的州份 是不理睬他 其實他很諷刺 明明發生了 其實他裡面 也有說一件事 就是 他是看到 那宗新聞 已經知道 槍擊案是很嚴重的了 去到這裏 96年 塔斯曼尼亞這裏 都是 但是你會覺得 這個世界沒有進步 反而那些槍擊案 是越來越頻繁的 發生 我覺得他側射了一件事 就是那些槍械管理 其實從始到終都沒有很好搞的 都是這樣的 就是 你隨便都可以 很容易買到槍 然後你就可以拿進去射 你做多少事情都沒有用的 因為那些人是 不願意去遵守那個 那個法律 或者是一些 就是他總之其實就是 這些 這些到現在都是一個 很難搞的問題 都是 是 槍體這件事 牽涉太多利益上面的東西 就真的 是 搞什麼都搞不定 就是 起碼最基本的事情 就是 你澳洲的地大脈搏 有時候 你真是一個人 你真是可能 你要有一兩支槍旁身的 一來就是要打獵 二來就是可能就是 你幫完這麼遠 幫完這麼遠 你沒有警察的 那麼有時候 你要拿槍去自衛的 但是 那個問題的支點就是 你政府是沒有辦法掌握到 究竟那些人是有 手頭上拿著幾支槍 還有拿著幾支子彈 就是你自衛的話 你不用搞到 整個軍火庫這樣 你有沒有看美國 那一次 說 找些人出來 那些是支持槍械 就是 反對槍械管理 然後就說 他是自衛的 然後他堆上槍出來 嚇死你 你以為是軍火庫來的 那都是 那都是 同一個道理 其實這些都是 還有他真的用很大的筆墨 去說他怎樣賣槍 我覺得其實 導演是有話想說的 這段是 否則他不會具細無謂的 他不是告訴你怎樣賣槍 是告訴你 這槍挺容易賣的 挺荒謬的 其實是 有錢就可以買到 基本上就是 你就會買到你心頭好 神經病 其實這件事很恐怖 你明知槍是一個 這麼大殺傷力的東西 但是 你好像去買衣服 或者去買 買一支雷球棍 這麼簡單 所以 就好像你這樣說 其實真的牽涉很多 很多利益的東西 所以都 應該都搞不定了 這個問題 而 我是欣賞他一件事 原來 他之前 我開始說的 《赤血之城》 他也是說的 連環 就是連環 連環兇殺案 類似的 那些 他那個處理 就跟前一套一樣 他是不會拍給你看 他怎樣去行空 他的行空場面 是非常之 應該怎麼說 他只有一個鏡頭 只有兩個鏡頭 但是你不會看到 他怎樣開槍去行空 他不會 他甚至連那些叫聲 人的叫聲都沒有出現 他只是告訴你 這件事發生 就是這件事發生了 最後是一個結論 結論就是 好了發生了 這件事 但我不會告訴你 結果是多麼慘烈 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 這件事 我覺得他這個處理是很好 因為他不會圈奔奪著 或者是將一些 有些人進去想著 看看那個 那個慘劇是怎樣發生 沒有的其實 他真的只有兩個鏡頭 最後的還要是 最初他用這麼大的篇章 告訴你這個人是怎樣形成的 這個拍攝手法 其實我們都看不少 所以Thomas你說 其實你對電影的印象 都是比較平平 我都是看開這一類 因為他處理得比較抑制 所以那個戲劇張力 就會不是你想像之中那麼強的 他不是拍魔鏡 他不是拍徐步哥 那些沒有什麼juicy 不是像你拍神探大戰 哇很激昂 那不是的 其實我想說那部戲很靜 其實那種靜 你覺得那個震仔是很抑壓 其實他所有東西都很悶 我用這個形容詞 其實是很悶 所有人都很悶 這個地方是很沒生氣的 但是悶得來 他就可以營造到不安的氣氛 你一邊看就想 哎呀好像營著營著 好像不知道 周身不醉彩 好像有什麼事會發生 那種感覺 是 像是 像是 其實你是覺得 糟了是不是快來了 就是快來了 但是看錶又沒有開始 應該沒有 他其實一直是令到你坐立不安 就是他會令到 那個氛圍很不舒服 其實 但是你又未去到那些說 哎呀我看到是 個人周身不醉彩 那不是的 但是他有一種很不安的氣氛 是一邊利慢著整部戲的 但是這部戲你覺得 其實我看白記 都還有長次看的 因為我真的覺得是 下個禮拜真的太多氣場了 所以呢如果是有興趣 可以去感受一下這些戲 可以真的趁機快點去看它 如果也說 Lecture 但我覺得會得多了 像是國外外電影 受前一半一個星期下來了 我 billssequance 真的很討厭 一一場都不這樣 只是看過 安樂發生會比較好 對 一個好 但是下個星期真的太多氣 所以 我要是要有時間 大佬現在又開始大衛歌連寶的電影展 我又和其中一個主持Annis都去看了 其實大家都真的很繁忙 Thomas你也有很多東西要準備看 這個月也有很多舊片看的 因為那些新片的戲碼差 你想想美國飄放 上個星期美國飄放是Token第二集 還繼續 現在是播放第一集 但是要一二集一起看 我想辦法要抽時間看 是啊 因為我是想入戲院看第一集 但是一二集看又真的很長 又要找時間很多東西 很多新戲又上 時間真的很緊要 因為其實大家知道HKAFF快要出現了 十月尾好像是 亞洲電影展 他今年宣傳其實我看到有些端藝 應該今年威尼斯電影展 有幾套戲會出現在裡面 我們又要抽時間看 很忙 這一集先說到這裡 下個星期的 看看我們看了什麼戲 我們再跟大家說 拜拜